詞曲 李宗盛 3. 江湖忠議員 這麼重要的一個大選的過程裡的 工woman 勞工的人 跟弱勢厭層人民的 一些礒物鄉跟聲音 完全被煙磨掉 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特別的去集結了一些社運的團體 公民的團體 同會的 那希望能夠很辛苦的 希望在總大選的聲音裡面 能夠突破 能夠突圍 把勞工的聲音可以至少是提出來 我們在每一場工作的國際會議之後 我們都會做一張列表 到最後我們會把所有列表出來之後 我們會拿出列表去找這些問號跟政黨 基本上現在的所有年齡系統 就是都就是職業的原因 是因為大概是一個部分 基本上它是依照國營的薪資 你的薪資頭髮薪資長來決定說 你要去繳交最豪費 也就是在提播的部分 依照你的薪資吸引提播 另外一部分就是在技術方面 也是有什麼其實吸引提播 包括這個年齡大概有點可能是 第一個是比如說在社會保險層上面 包括也可以看到軍保 工保 老保 國保 那在員工休息的話 包括退和老退 那依照現在的職業年齡 怎麼樣 以職業的理念 第一個它以職業有一個區分 不同樣的職業員 它有多分樣的保險系統 或是雲工休息系統 這是基本 就是依照職業系統不同 這樣參與 第二個是在各別的職業體面 在同樣的職業裡面 因為它有很大的參與 比如說以老同保險來講 如果說你今天是高薪的人 比如說4萬3千9 或是未來也高 4萬5千8 但他的同保的薪資就比較高 所以至於他同保的薪資比較高 未來的職業也比較高 但是問題是 老保已經最低的 最低的同保薪資是1萬1千塊 那1萬1千塊 雖然他的同保薪是相當低的 但問題是說他未來的職業也是非常的少的 所以在職業典型系統裡面 當然出現兩個大差異 一個是職業員不同的差異 第二個是職業之內 職業之內的面子不同的人去差異 所以他大概出現幾個問題 第一個叫做所謂的保上不服 科配不均 第二個叫做不均 科配不夠的問題 在職業典型體系統的關係 職業典型體系統的差異 事實上也有這樣的差異 包括我們剛才講的老公保險 他是在年齡部分是1.5%的積極度率 但是你職業典型的公教保險獎的話 他的職業典型只有0.75%到0.3% 所以大家常常會講說 通人也比較好 但是像社會保險的事實來講 勞工的社會保險是老公保險的 其實職業典型的地址 職業典型的公教保險獎 這幾不一樣很高 是第一點 第二個 但是在所謂的職業典型部分 勞工現在的勞工是 用職業典型體系統6%的方式 進行體系統 然後會來自以這一體 閒隊的帳戶進行體系統 但是如果你看 工人有退休的體系統來看的話 他就採取一個職業典型體系統的方式 他的經濟體系統的方式 他的經濟體系統的方式 是本薪乘2 乘以0的 你的暫時的期間 再乘下2%的行使率 所以工人和軍工教人員的參與 就從勞退和越股市的參與 遠遠來打開了 他裡面的參與包括 他能夠是一個叫確立體模式 一個叫確立體模式 一個叫確立體模式 一個是確保 一個是叫做強迫覆蓄 老公叫強迫覆蓄 大家都搞不清楚 當然一個問題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很簡單 所謂的水長褲帶的原因是什麼 他有一個提示的水槽 這個水槽裡面呢 他把未來所有你可能將要給付的 也包括現在你投往的人 也包括未來你將投往的人 這些人他未來都要給付給他 包括保險 我是一個很會保險的 水頭水戶都要給付給他 然後所謂的長褲帶是怎麼樣 把未來104年的給付 105年的給付 106年的給付 一直在我未來可能20年 30年後的給付 又有一個醫學的 所謂的折線 折線到現在 這樣要怎麼起來 然後拉到最後 所以我要把這個東西進去 因為這些叫做前場不在 前場不在 可能將要產生的不在 他譬如是現在就已經出現了不在 所以這一個是一個存量的概念 是把未來你會不會動到現在 現在的水果完全不是用這個概念 所以政府老闆區 為什麼他要用這個概念來做 因為所有的商業都使用 商業業績都是用這種概念來做 但是問題是 我們以政府強制力來做的前規保險 他並不是用這種確立披薄 完全準備的方式 那現在我們的概念是什麼 我們的概念的方式是這樣 一個水槽 水位上槽就不用完全連辦 基本上是流量 入乳是保費 出乳是補乳 大家可以講 人口測試在那邊 保費的部分 年輕人小肥人小股化 金質低級化 幾部的部分 老年人高高領寶 所以導致了這個財務上面 產生了適合狀況 要改變這個問題 基本上是要把保費提高 因為你要確定幾部 但問題是 年輕人夠少了 你還要把保費提高 那他人在已經非常非常瘦 這是一個我講的保費問題的問題 他是一個 從結構結構反應出來的問題 他不是純粹的財務問題 第一個 我認為說 面對剛剛上述所謂 11年級的三部問題 第一個 保障不足 第二個 分配局 第三個 保費動 面對這三部問題 我認為要組一的 以這個步驟進行改革 第一個 要架設基礎年紀 為什麼要架設基礎年紀 為什麼要架設基礎年紀 基礎年紀 基礎年紀的概念 就是在原來 有的基礎年紀 在建議層 所以要叫基礎年紀 而這個基礎年紀 基礎年紀最大的不同 有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 他並不是用保費 來做他的財務來源 他是以稅收來做他的財務來源 一般性的稅收 什麼叫一般性的稅收 就是政府透過過大資本 所得同分配合 薪資所得稅 或是各樣的現階稅 或是各樣的移證稅 證證稅 證證證稅 證證稅 或是資本利的稅 這些稅 一般性的稅收 透過一般性的稅收 來架構出來 更新年紀 所以財務來源 來自於稅收 第二個 他在給付方面 他不因為 你的職業人員沒有同 也不因為 心之所得 超低為有所不同 換句話說 例如說 六十五歲之後 大家覺得 退後一定的 一定的條件 拿到六十五條件之後 我們每個人 都可以到 例如說 一萬塊錢是台幣 每個月 千來以來 稅收 稅會怎麼有這個機會 因為台灣現在稅太低了 台灣現在租稅不單位只有十二十八左右 連美國 這樣的國家 這麼自由主義的國家 這麼新秀的稅收 它設數它 更不用再談到說 相對正義 就是叫相對正義 就是叫 相對正義的國家 都發出十四百 的稅稅不單位 所以 也就是說 現在的稅不單位非常低 也就是 我們未來去 過程稅收 來提出幾百年級的一個重要題 您現在收聽收看的是 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N公民行動 營記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節目 聯合直播的視訊 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天的晚上 九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的網站 我們會直播 之後呢 會在公庫的網站 會有後續節目的播出 那其實我們在知道 再過 大概三四十天 就是總統大選 在總統大選這段期間 我們事實上 有看到很多的 這種所謂的政黨之間的攻防 那很有趣的是說 每一個政黨的候選人 每個總統候選人都說 我們不要這個 所謂的負面選舉 但是其實 這次所謂的負面選舉的 這種所謂的效應 其實還是不斷的在發生 那很多的候選人都提出說 那我們好好來談政策 好好來談一下 這個牛肉到底在哪裡 可是事實上 我們到現在還是看不到 真正的牛肉相關的這個 論辯跟討論 那在前一陣子 這個2016公鬥 這樣的一個組織 曾經針對了 這個有關於台灣的 這個有關勞工政策 或者整個社會福利政策 其實有了一系列的 這樣的一個討論 叫做公鬥國事會議 那其中討論了好幾個問題 當中有一個議題 我覺得還蠻重要 就是有關於這個年金制度 那很多人說 台灣這個面臨到非常嚴重的 這個經濟的問題 或者福利的問題 可是這個年金的制度 到底能不能夠維持下去 恐怕是很多人都很擔心的 那今天節目當中 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官場工人連線的 盧希鴻 來跟我們一起談論這個話題 齊鴻你好 老師好 大家好 可不可以請你先跟我們 我們介紹一下這個2016公鬥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 為什麼會成立這個團體呢 好 2016公鬥就是有 大概有工會團體 或是工會 就是工人勞工相當的議題的組織 這樣組成的 其實裡面包括有全民工廠工連線 然後還有包括台灣市場一種工會 然後還有其他的各級的工會 然後還有包括團體工聯 或是其他可能不是工會 但它是比較針對勞動權益的組織 包括像消防員權益處境會 或是像親人勞動 不對 像高教工會 那它是比較以教育性質為 比較主要關注的工會這樣子 對 那除了這些之外 還包括比如說像 官場工人過去有一些 老的工人他們組的一些 老工鞋 比如像桃園也有 新裝也有 那主要為什麼組成這樣的 一個這樣連線 主要就是說 2016的大選裡面 就是我們大概觀察了這幾年的發展 不管是藍的執政的8年 或綠的執政的8年 這16年來 基本上並沒有 國家的角色其實是 不斷不斷的萎縮的 國家並沒有去針對 比如說勞工的 平常的生計也好 是老年的權益也好 做全百姓的檢討 所以就是說 整個社會的 越來越壓縮 就是國家的角色 不斷的壓縮 然後要教教一般人民 比如說要自己去 來面對跟資方的衝突的關係 或是說是要去自己面對 老了以後 不管是長期照顧 不管是年金的各項的問題 所以後來才在 2016之前組成的一個2016公鬥 以勞工的立場去談出來說 我們認為國家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對 那希望說 讓不管哪一個黨的候選人 他能夠針對這些命題 要進行回應這樣子 事實上在2016公鬥 其實也辦了這個所公鬥國事會議 那也提出了一些 不同的議題 不同的議程 在現場其實也邀請了幾個政黨的主要的候選人來參與 我不曉得這些候選人 是不是都參與到你們國事會議的這個討論 或者是說根本也沒有把你們的這些主張或是意見放在眼裡 就是我們大概公鬥國事會議 為什麼會舉辦這樣的國事會議 主要是 因為當時蔡英文就不斷的講說 針對年金 她未來要開一個民間國事會議 或是年金國事會議的概念 但是我們認為說今天各政黨 她與其要等到選後 她才去召開這所謂的國事會議 所以不如在選前 她就針對各樣重要的議題 然後去表達她政黨的立場 還有她的未來事實是 所以我們才辦了公鬥國事會議 希望他們表態 那我們邀請大概有九個政黨 那裡面包括了當然國民兩個大政黨 還有過去比如說像台聯或像親民黨 那我們也這次邀請了很多新的第三勢力政黨 包括像時代力量綠黨 社會民主黨 人民民主陣線 然後以及新的民國黨 但是它比較是親國民黨的性質 那所以這些政黨我們都邀請來之後呢 但後來發生了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過往的所謂傳統大黨 包括像國民黨還民進黨 基本上是不願意出席的 那像親民黨民國黨 台聯也是不願意出席的 雖然他們可能勢力沒有像國民兩黨這麼大 但是還有點陳奇的 過往那種舊的政治勢力的那種思維 來的政黨大概就包括了有時代力量 其實最參與的其實是綠色盟以及人民民主陣線 這兩個政黨是最參與的 其他就包括像是時代力量以及數黨 然後所以這些這幾個政黨來參與 中方大概就是針對我們所提出來的五鬥一案進行回應 那至於其他沒來政黨是完全沒有給予回應 我們知道這個參與的政黨 其實像你剛剛才說的並不太多 特別是傳統的大的政黨 他們自己的形成 或者是也根本不太在意這些問題 那小的政黨新興的政黨 或是主張相對標榜是一個比較進步勢力的這些政黨 或許他們會相對之下關切這個議題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也許可以請基隆來告訴我們說 這幾個政黨 他們如何回應你們提出來的這些議題跟訴求 那他們有一些比較積極的態度嗎 或者是說 說不定他們可能連這些議題是什麼怎麼做 說不定還搞不清楚 好 那首先還是要先說 簡單說一下公鬥的訴求大概哪些方向這樣子 我們在公鬥今天經典提出來就是要五鬥一案 五鬥包括了有年金 年金鬥基本保障 然後長照鬥老殘安養 年金長照 約聘僱 就是政府約聘僱人員 我們鬥的是正式的聘僱 然後再來就衣銷戶 鬥的是全民安全 因為他們如果沒有勞動權益的話 根本不用談到全民安全 第五個就是談的是公會勞工團結 我們鬥的是我們要有政治罷工的權利 以及我們擴大勞工團結的權利 這是五鬥一案就是針對我們現在的國道收費員案 也就是他們的年資還有他們工作權的問題 那針對這五鬥一案呢 其實我剛剛有提到說國民黨完全沒有來 但是他們即便沒有來 因為2016公鬥還是有不斷的行動要求他們表態 所以其實他們也有直接間接的去對於我們 所提出來的東西進行回應這樣子 比如說像國民黨我們今天就先以年金為主 因為五鬥一案有六個部分所以蠻多的 我們就以年金為主的話 其實國民黨他針對我們提出來的東西 其實他是沒有直接回應 但是他過往的政策方向其實已經揭示了一個 我們完全反對的方向 包括說他過去其實就是在談所謂勞保改革方案 或是年金改革方案的時候 其實他不外乎幾個面向 就是要多角少領也後退 然後這幾個面向 也就是說限縮原來的年金保障的範圍 藉此來平衡原來的財務問題 這是一個國民黨的立場是這樣子 那至於說民進黨在年金方面 他其實他後來大概講了一些幾點原則 那他最重要的就是要把這個幾點原則 拉到選後去開一個所謂的年金國事會議 就是選前他不敢去表態 也就是說他現在已經注定選上 他不需要去犯那些非常重 可能會有些錯誤 對對對 如果知名錯誤導致他選情翻盤的話 那他不需要這樣做這件事情 那至於他講的那幾點原則裡面 其實對照國民黨過去的 所謂多角少領延後退 大概也沒有太大差異 原因在於說像蔡英文其實有提到說 他是審慎評估未來延後退休 以及降丁給付的可能性 他這些東西他是有提到的 所以其實我們後來只質疑說 其實國民黨對民進黨 未來針對年金改革的方向 其實並不見得跟國民黨差異太大 可能最大的差異就是 蔡英文多少有提到了我們所提到的一點 就是關於職業別分配不均的問題 對 那到底蔡英文他是要以整體性的思考 還是只是要拿這東西來去回吐 可能比較不是他選民的軍公教人員 那這個我們還看不出來 所以他要以後去來比 那台聯和親民黨還有民國黨 完全沒有回應 所以也真的沒有辦法講 那但是至於來參與的小黨 包括像是綠色盟 人民政線 時代力量 數黨 那這些小黨的話 基本上他們給予我們的回應 算是都蠻正面的 就是真的年金的部分 這幾個參與政黨都有來支持 簽署了我們公斗的 有點像是我們的訴求 就像我們的承諾書一樣 但是比如說裡面還是多少有些差異 因為像我們所提出來 2006公斗所提出來的 其實不外乎兩點 這個年金部分 它就叫做基礎年金 基本保障 我們認為應該要架設一個 由稅收致應的基礎年金制度 然後去讓不分職業別 不分貧富 他在退休之後 他可以有一定的生活保障 這是我們最重要的訴求 基礎年金 基本保障 那針對這兩點訴求 這幾個政黨都給予正面的回應 但是其實還是 像人民主陣線的話 其實他是沒有直接簽署的 原因是因為他其實有提到說 他們認為或許未來應該朝向一個 建立工人主權基金的方向進行 但是這個方向其實還不是太過清晰 所以我們認為說這或許還需要 要拒絕對話 但像時代力量 綠色網泛訴訟黨是直接簽署了我們的訴求 但是實際上跟我們還有多少有些差異 比如說像時代力量 他還是有提到說 包括說未來是不是要來延後退休年齡這件事情 那這個其實跟我們訴求是不相符的 那他最近他們在勞動政策白皮書裡面 他也提到說他們要來開這個年金國事會議 那我們其實樂見國事會議 但是我們不希望說 好像拿一個選後的國事會議來搪設 就是現在的就是現在來怎麼講 現在政黨本來就應該給予我們的 給予一個主張 那所以時代力量至少在延後退休這方面有點差異 那在綠色盟的部分呢 其實跟我們所提出來的方向 紀錄年紀元寶藏大概看來高度類似 那所以其實相識度非常高 所以算是蠻接近我們的訴求的 那至於在訴黨的部分的話 其實他們也提到了基金的操作的部分 也就是跟民政的人民主權基金 工人主權基金的想法比較相近 那我們其實對於主權基金 或是說這種基金操作 其實我們有個看法 那看法就是說 我們其實並不太希望說 是透過這種資本積累的方式 然後來使得大家的老年生活有保障 我們應該是要透過政府重分配 以稅收重分配的方式來讓大家的老年有保障 那所以這種基金假使規模不斷不斷的做大 那其實他後來出現的問題 第一個是他這個錢勢必要拿到市場去 他會不會更加速了某些東西的市場化 或是資本化 第二個問題是監理的問題 基本上你只要一大筆錢在那邊 那監理就是一個恐怖的問題 像包括像現在的勞退心智的激情 其實他的監理問題就非常非常大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國民兩黨 基本上他沒有直接的回應 但是在對戰 在街頭對戰過程當中 其實他們大概都有吐出來一些東西 這些東西當然是我們不太所期待的方向 新民黨台聯和民國黨沒有直接回應 也沒有間接的回應 那至於說像是小黨 大致都同意我們的訴求 但是我們跟他們還有一些差異 也有待遇進這樣子 不過我想做一個負責任的政黨 其實相關的不管是政策 或是國事會議 或者是這個所謂的意見的主張 當然是應該是在選前裡面去提出來 那這個提出來當然大家比較能夠知道 你的主張你的想法是什麼 人民他才能夠有相對之下 有所本的這種所謂的選擇 那剛剛不斷談到所謂的年金制度 可是事實上在2008年 我們開發的這個所謂的國民年金的這個制度 那其實也被預期說 在這個制度的目前的這個發展之下 可能在2046年的時候 會面臨到這個破產 年金會破產嗎 如果他真的會破產的原因是什麼 那如果破產之後 那我們這個本來一定要做一種 所謂的社會的保障 或是保險的這個制度 不也就會面臨到很大的挑戰 那反而是什麼都沒有不是嗎 針對國民年金 本來我們在規劃的時候 過去這麼來規劃的時候 它其實朝上應該是一個基礎年金的概念 所謂的基礎年金就是說 不論你是哪種一樣職業別的人 比如說你是勞工也好工人也好 漁民也好農民也好 不管是失業的人 你都可以有一個這樣的基礎年金的保障 但是後來國民年金開辦之後 它變成是一個殘補式的一個年金制度 也就是說失業者才能有 就是它是作為一種特殊的職業別的一種分類這樣子 所以國民年金基本上它跟我們現在談的基礎年金 是有很大的差異的 那一般來講大家可能不見得了解 所以特別講這個東西 那至於說我們後來不管是國民年金 或是勞保年金 或是軍工這樣的退伏基金 或是公保 那還有軍保 那所以好像看起來都遇到一個政府不斷講破產問題 但是這邊公斗不斷提出的 包括像公斗之前的我們在勞保年金的鬥爭裡面 其實我們也不斷提出來說 以破產的概念來看現在年金體系 是完全錯誤的看法 原因是因為現在所謂基於這個破產的想法 完全基於比如說像勞保 它是用一個所謂的勞工保險的一個精算報告的說法 然後來引申成為一些破產 而在那些精算報告裡面 它其實混淆了一個說法 那個說法就是說 它說現在我們有非常大的潛藏負債 比如說全部加起來各大基金加起來 可能就全台會有18兆的潛藏負債 但是問題在於說潛藏負債在邏輯和概念上面來講 它並不適用於現在的社會保險 潛藏負債是一個個人賬戶制 比如說我今天就像是我今天勞退心智也一樣 就是我今天未來我就有那麼一筆錢 我未來就是有這麼一筆錢給我領到 然後所以正不要支出在這麼多錢 然後它所以把未來將要支出的所有的錢 然後以存量的概念全部折現加總到現在 然後成為一筆潛在未來將要付出的負債 那這個概念其實跟我們現在社會保險的概念完全不相合 因為我們現在的概念並不是存量的概念 我們是流量的概念 什麼叫流量 就是錢流進來錢就馬上流出去 而不是一筆錢放在一個某個帳戶裡面存在那邊完全準備 不是這個邏輯 我們叫做隨收隨付 也就是說現在老年人退休了就叫做要付 那錢從哪裡來不是他們過去存的錢 那這個錢是從現在年輕人他們繳的保費來的 所以我一手拿到跟年輕人收的這個這個這個保費 另外一手我就支出給老年退休者他們的退休金 所以是隨收隨付 所以是個流量的概念 所以在這流量概念裡面其實它並沒有所謂的潛藏負債的概念 潛藏負債是把未來的全部堆到現在 然後叫做潛藏負債 所以簡單來說是過去的年輕的概念 它就是仿正一個一個水庫 然後我們先把水放進去之後 然後那水慢慢的流出 那可是這個水可能它早晚一天會流完 那從這樣的一個計算的方式的話 那它當然會有一些乾枯的這個時候 不過其中談到是說 它是一個所謂的流動的概念 就是我們在流出的同時 其實會有新的水這個注進來 不過這個其實就面臨到一個 大家經常會討論的問題 年輕制度很好 社會保險很好 社會福利很好 但是錢從哪裡來的問題 那這些錢大家願意去付嗎 或者是說這些大財團願意去付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那我們再回國來討論一些這些可能 可能是一個很多人關心的根本問題 如果我們過去的老年生活 就靠商業保險公司 保我們一半的未來 今天我們要不要來想 資本到底可以怎麼樣重新掌握 重新掌握回我們工人的手上 如果我們今天可以把兩兆的 商業保險的保費 我們可以把好幾兆的 四大基金的錢 拿回來成立一個 類似工人主權基金這樣的概念 工人自己來管 能不能對我們未來更有保障 而且我們更會負起監督的責任 讓我們看這個每一分美好的錢 是流到哪裡去 現在的確有四大基金 現在的做法是第一個 我們根本搞不清楚是哪裡 選出來的代表 成立了這些社會保險的管理委員會 第二個 它是委外代銷的 我們只知道我們的錢 拿去救股市拿去護盤 我們從來不知道我們的退休老闆 拿去做哪一些護士拿去幹嘛 但是如果有一個工人主權基金 他的投資是透明的 你可以決定你自己的帳戶的錢 要投到哪裡去 你會不會每天盯著他看 他是漲還是跌 到底怎麼樣可以讓你的保險的 未來老年生活的低風景可以賺得進來 這個是我們自己在想的工人主權基金 你可不可以把這個工人對主權的 對資本的貢治權跟主導給拿回來 那我們完全同意用稅收有一個基礎年齡 但是我們也提出了剛剛那樣子的架構思考 希望引發大家更多的刺激和討論 簡單講我們在今天工作所提出來的 要有一個很準時的全民健保 我們在全民退休年齡的保險法 我把整個我們的退休體制架構起來 那這個保險法有第一個部分 是基礎年齡 那這個保險法我們希望把現有的 軍綁、工綁、工綁、工教勞、私立教師的保險 勞保退、勞退、工綁年齡、工綁年齡等等 目前所有的法規年齡體系 跟任何大的退休基金 全部整合在一起 那第一層的基礎年齡 我們希望是凡是年滿六十五歲的台灣住民 都可以按月允許 那我們目前第一層的這個標準 當然這可以討論 是當年度的最低生活費標準 那所謂當年度最低生活費標準 就是那個地區 每一個各個支配所得的中位數的六層下去算 大約要開始全當平等一萬兩千 第二層的職業年齡的呢 我們就是把目前所有的 包括工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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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綁 全部整合在一起 採取水溝水溫的制度 然後由國家不敗最後接入的責任 那我們也認為第二層的這個保費 所以他必須要有實際的期支 當作計算期支 那有一個我們會設定一個 合理的調整費率 然後來讓他足夠支援 要發出去的年紀 有這樣的制度 那第一層跟第二層的這些 加強的每月紀錄 如果超過千年的勞工平均薪資 目前這四萬七千元 我們認為超出的就不應該的人 就是我們認為 勞工的退休 所有的受付的人退休 有一個上限 那個上限不應該高負 平均高貨的薪資 剛剛明正有提出 另外有關於工人主權基金的部分 我們也高度認同 那我覺得是說 所有的這些基金 應該是要依據資訊公開 跟公民參與的部分 能夠讓所有的利害關係人 能夠參與監督 政府的資大基金 推測的問題 大部分其實是有關於政府的不當干預 在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能夠建立法治 就是在2008、2009的時候 我個人有參與 跟各個環境團體 跟公民團體 跟社會團體 然後我們有加入 對於資大基金 有關於老會 內心跟老闆基金 這種基金的投資問題 那我們有做了一個 社會責任投資的 第一次在台灣 去訴求這個方向 社會責任投資 這部分 最早是我們 我們其實 在資金流的這部分 所有的 這一些 不管是政府的基金也好 採討的基金也好 其實是我們 整個社會裡面 去破壞環境 跟破壞社會的 一個最大的元兇 那我們大概 從一般的法治上 大概可能從一些 比如說 保險業去投資 房地產不動產的 這一些上限 那 藉由這些 小小的改變 做這些小小的 上限的 控制 那其實 非常的不足 那社會責任投資準則 最早是 只要是我們 建議這些準則 當中發現 做成這些企業為賣準則 之後 我們就要求他必須要賣出 原則上大部分 接受 所有的工會團體所 基金智慧所 產生出來的這一些 那 所以我們的 文書資料大部分 是原則肯定上的 那比較有困難的是 有關於年金跟長照這兩塊 其實是 是一個非常 沉重的改革 非常困難 年金的部分 最主要就是 裁員的部分 裁員的部分 又牽涉到 不管是政府的稅收不足 然後 政府的稅收去分配到 不當的開發 那這些 業務式的消費 那所以在年金的部分 這個財源的部分 非常龐大 那再來呢 扛照的部分也非常龐大 那實在力量 基本上 我是 之前就有跟 工作人員有討論過 那 在年金的部分 是任由 當然也 所以 基礎年金的部分 沒有一些共識 然後 我們也希望說 年金制度可以挑戰一個平等 那對財政 可以有種尋發的廠牆 那這樣子 廠牆是一致的 所以我們支持公眾的平等 對啊 你現在收聽收看的是 燦燦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管中長 燦燦時光會客室 由公司新聞議題中心 PNN 公民行動以記錄資料庫 以及燦燦時光節目 聯合自播的 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五晚上的 禮拜天晚上的這個九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的網站會直播 之後會在公庫的網站 會有完整節目的播出 今天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談到一個 我相信跟全民 都會有關的一個問題 就是年節的問題 很多人覺得說 這個年金可能會有隨時崩盤 會隨時 這個掛掉的危險 那很多人覺得說 如果沒有年金的話 那我老年的退休生活 應該要怎麼辦 今天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邀請到的是全國官場連線的 盧啟宏 來跟大家談這個議題 請問你好 老師好 大家好 我們剛剛有談到 在上一節目以前他說 你看那個是一個 年金的制度應該是一個流水的概念 那當然我們希望這個 錢是能夠不斷的 挹注在這個 所謂的相關的社會福利 或者社會保險 這樣的一個基礎上面 可是問題就來了 就是那錢從哪裡來呢 我們為什麼要找這筆錢呢 這個政府值得信任嗎 那為什麼不是多跟大的財團去抽錢呢 那財團願意付錢嗎 怎麼去看這樣的一些問題呢 嗯 那個剛剛其實有提到說 潛藏負債嘛 就是現在大家都說 我們的各大基金要破產 所以剛剛其實已經提到說 潛藏負債是一個存量的概念 那所以他把這個未來存量 所有都拿到現在 然後要我們完全集成準備 然後講說我們現在這個準備不足 所以未來要瀕臨破產 其實這個概念是錯誤的 但是確實如管老師剛剛提到的 其實像各大基金都遇到了一個財務問題 那個財務問題並不見得存量問題 而是流量的問題 就是入不敷出的問題 也就是說現在接著老年人退休多了 但年輕人進來的少 來工作的少 而且他們薪資很低 所以基本上整個結構問題出現的 比較少子化 以及薪資過低的問題 所以導致了付的保費不足以去支應 這個流進來的東西 流進來的保費 不足以支應流出去的退休金支出 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而在原來的社會保險的設計裡面 我們叫做 其實它有概念叫做確定給付 也就是老年它要確保 你有領到一定的金額 然後才能夠去保障你的生活開支 所以它不會去透過縮減給付的方式 來調整財務問題 那通常就是要透過提高保費的方式 來解決這個財務問題 也就是說在這個制度設計裡面 照理說保費應該是要浮動調整的 但是確實我們就遇到了一個問題就是 在少子化以及低心化的狀況下 那年輕人年輕世代不就要付出非常非常多嗎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這樣子 但是針對這問題的解決呢 比如說你說我剛剛提到的 國民兩個大的政黨 它怎麼去面對這個事情 基本上它沒有回到 原來我們確定給付的精神 它反而就說好吧那不然這樣子 我把給付縮減掉 或是說我就把這個 把這個所謂隨收隨付制 甚至慢慢的走向 就是所謂的個人帳戶制 強迫儲蓄的概念 就是你從你身上 就像勞退心智一樣 從你身上先不斷的 將你存在一個戶頭裡面 存在一個個人的帳戶 就是你先撥出來 先撥出來嘛 對對對 那這個我絕對沒有才會問題嘛 但問題是說像勞退心智 它就出現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就是你到退休之後 你領可能一個月領不到30千塊錢 對一個一般勞工來講 30年的年資來講 它可能領不到30千塊錢 為什麼 因為它每個月提破6% 但是問題是它的薪資 可能是從2萬塊 後來到最後可能4-5萬塊錢 那這個這樣每個月6% 其實算下來其實是相當的相當的少的 那所以就遇到一個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政府 國民兩黨過去執政 它可能是傾向於用這種所謂個人帳戶制 完全提出準備的概念 去解決財務問題 但是原來我們在制度裡面的 所謂的確定給付 確保老年一定的生存權的這個東西 完全就被忽視掉了 所以這是一個最大問題 那至於 所以像剛剛提到的嘛 才問題確實要解決 但絕對不是用降低給付的方式 但是確實出現了困境就是 我們要怎麼去提高寶貝呢 那年輕人的負擔就這麼重了怎麼辦呢 所以在2016公眾才提出來一個 非常重要的訴求 叫基礎年金 就是我們現在所有的這個年金系統 都叫做職業年金 什麼叫職業年金 就是依照你不同樣的職業別的身份 以及依照你的投保薪資 決定你要負擔的保費 以及未來退休 你可以拿到的給付水準 也就是說不同的職業不同的工作 他所要負擔的保費是不一樣的 沒錯 比如說我就舉例子來講 勞工的話有兩筆 一個叫做勞工退休金 對 是由雇主來給付的 一個叫做勞保年金 那勞保的話就是由 比如說像我們的保費費率是10% 然後雇主和政府雇主 雇主勞工和政府負擔是7比2比1 所以你說7成由雇主負擔保費 2成由勞工負擔保費 1成由政府負擔保費 但是如果說你拿這個東西 來去對照軍公教人員 他的工保或退服的話 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他們要負擔保費的比例 遠遠高過勞工 所以保費負擔就不一樣了 但是問題在於給付也不一樣 就像我們的給付 我們的勞工保險金的給付 我們年給付是用1.5%乘上我們的年資 然後還有乘上我們最高的 這個60個月的平均投保薪資 但是比如說以軍公教人員來講 他的給付水準就超過我們 比如說他們大概是 我們是1.55%的薪資給付率 他們是大概2% 所以那這樣差異就非常大了 比如說他們可能繳得多 但他們後來領得也多 那我們繳得雖然少 但是我們後來領得也少 所以職業別之間就產生非常大的問題 尤其是要必須看到 剛我們提到國民年金 失業者他完全沒有別的東西可以選 他只能國民年金 國民年金後來一個月 可能越領不到幾千塊錢 那所以職業別就差非常大 對 所以這個是一種所謂的基礎年金的部分 你的意思是指的是 像大家在年金的這個給付上面 他的基礎上面是相同嗎 我的意思對 對我的意思就是說 過往那個職業年金的概念就是 以職業別為區分 我會在職業別裡面 也有職業別的非常大不公平的地方 比如說剛剛講的 他是以投保薪資來算 也就是說像以勞工來講 我可能最高級距43,900 我投保了30年 我未來可能退休 我勞工年金一個月 我給你2萬多塊錢 2萬幾塊出頭 但是如果我今天是一個低薪的勞工呢 我今天是一個平均3萬塊薪水的勞工 那我怎麼辦 我可能後來退休 我領到的錢可能不到1萬5千塊錢 對 所以 所以基本上來講 就是說 因為有人他的本來薪水少了 那到時候你這個角度就少 那最後領到的所謂的年金 他也會變少 那這個每個老年的生活 他已經一開始是 產生一個很大在薪資上面的差異 那到未來年紀大的時候 這個差異其實有可能是加大 甚至連基本的保險都沒有辦法做到 沒錯沒錯 所以這個過往我們在講 所謂年金系統 或是說退休金系統 台灣退休金系統全部叫做職業年金 所以他像我在我們工作裡面 就提出來一個東西 職業年金系統已經存在了三大問題 三部問題了 第一個叫做保障不足 保障不足是什麼 剛剛提到了嗎 我今天如果一個失業者 一個貧窮的勞工 3萬塊錢 我這樣可能一個月後來 勞工退休金 新制退休金一個月領不到4千塊錢 我勞工保障金一個月領不到1萬5千塊錢 加一加可能1萬多塊錢 我要怎麼去指定我老年生活 這還是一般勞工 更不用講失業的人 所以保障不足這件事情 是第一個大問題 就是職業年金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叫分配不公 我剛剛講了 就是說職業別人不公 職業別人之間有一些人領得多 有一些制度本身設計就領得比較多 但他付得也多 有些人付得少但領得少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職業內裡面 薪資所的不一樣的人也不一樣 也不公 比如說有錢的人他後來退休反而領得多 沒錢的人反而領得少 而且就以剛剛我提到的勞工保險 勞保的退休金 勞保年金來講的話 我們剛剛不是講7比2比1 雇主應該說政府會幫你負擔一成的保費 那就發生一件事情 我薪資多的人政府補貼我多內 薪資少的人政府補貼他少 那這個完全就沒有重分配的概念 這完全就是這個分配上面是一個非常不均的問題 所以就產生了剛剛講職業別分配不公 職業內薪資差異 然後導致後來給付的分配不公 這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就是剛剛其實一開始就提到的 保費不夠 保費不夠就是我們在這個社會保險制度邏輯裡面 我們應該要提高保費 但問題明星人就少了 就低性化嚴重了 你還要再加深他們這麼重的保費負擔嗎 那大家也會跳腳 所以在面臨這樣整個三部問題 保障不足 分配不公 那個叫做保費不夠 這三大問題完全都是跟職業年金很大的關係 那所以我們才會認為說 剛剛光老師提到我們提出來一個基礎年金 我們要打破職業別的差異 打破職業別的差異 不是說我今天既有職業別的年金我全部都不要 就是我還是在上面 但是我要在最下面那一層變下一個 叫做基礎年金 也是有些基本的保障對不對 對 而這個基礎年金並不是有保費 因為你只要用保險來支應現在任何樣的 不管是年紀也好或未來講長照 它都會出現一個問題就是 世代之間的差異 就是說我越來越少子化 我這個少子化因為人口結構的失衡 就導致了社會保險的財務結構的失衡 對 所以要怎麼去避免這個問題 就唯有一件事情就是政府介入 政府怎麼樣介入 以稅收重分配的方式介入到 這個年金的保障裡面 或是我們未來談 像公斗也有談到說長照的保障 政府唯有用這樣的方式才能夠永續發展 才可以在人口結構失衡的時候 確保財務穩健 但是政府現在完全 藍綠政府他們完全想這個東西 他們想的是怎麼樣限縮政府職能 那怎麼樣限縮政府職能 那又可以保障財務安全的很簡單 個人帳戶制完全提存準備 或是我擴增所謂的資金的收益率 就是快點去買一些更高封存高槓桿的一些 一些一些延伸性形容商品 有可能是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現在提出來 跟現在藍綠政府完全是不同樣的方向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政府目前的做法就是好 那這個你自己未來年金你自己負擔 而且這負擔的比例其實相對比較高 那會隨著你的這個所謂的職業別 然後負擔的不同 那當然最後本來基礎不同 最後的擴大也會差距也會因此擴大 那你們談到所謂的基礎年金 是政府有一些基本的這個年金 但是如果說這個不同職業別 還是有差別的 可是那個基本的保障是存在的 可是最後一個問題也是很多人 大家會關心的問題 那錢從哪裡來呢 那你要跟企業收稅 這個概念其實很早已經都提過了 例如說教育捐然後專款專用 放在這個教育的經費上面 企業就是抗拒啊那怎麼辦呢 OK好 第一個問題是說 第一個再補充一下 就是說我們剛講基礎年金 基礎年金就是說 我們在下面建構一個 就是不分職業別 然後不分貴賤貧貴賤 然後都可以拿到的錢 比如說你可以想像 一開始可能是三千塊錢 未來可能是要變成是 比如說一萬塊錢或什麼樣的 那透過架構更完整的基礎年金 讓基礎年金加上上面的職業年金 又達到一個基本保障 不論什麼樣的人 即便失業的人 他可以有基本保障 然後再透過這個稅收 有益助的方式 然後把基礎年金做大 然後使得我們降低 對這個職業年金的依賴 因為職業年金已經 儼然產生了三部問題了 OK 這是我們大家的方向 那至於關老師問到說 那錢怎麼賣來 對確實是一個大問題 但是台灣的潛力非常的大 原因就是因為台灣現在租稅負擔率只有12% 你美國這樣這麼自由主義 或是這麼自由化 新自由主義的國家 他們的租稅負擔率是25% 然後以比較福利稍微高一點的國家 比如像法國40% 那歐洲那北歐國家可能又更高 對沒錯 也就是說台灣去朝向一個正常化的 就是國家有一個比較完整職能的 至少還有一倍以上的稅收空間 那個這是第一個東西 第二個東西就是說 是不是他要透過專款專用的 像是教育捐這樣的方式 然後進行挹注 比如說像是年金長照 我們認為其實是不應該用那個 專款專用的方式 其實他應該直接把 就稅收把被 把稅收最負擔率做大 然後那不是以專款專用 而是以稅收然後就開始去給付 給付到這個年金也好 或長照也好 那為什麼這樣談 原因就是去對照 比如說民進黨現在提出來的 他說我要去課徵什麼 兩地房地合一稅 或是說我要課徵特定的稅務 然後才去擴充所謂長照基金 那我們就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確實 你如果這特定的稅收的稅務 它的基金它的稅金規的base 在縮減的話 那難道說原來那些服務就要縮減嗎 並不是這樣 所以應該是要擴大整體性的稅收 然後去不是以專款專用 而是以就是需要 比如說年金需要多少 長照需要多少 就幾分的方式 那至於具體來講 稅收到底怎麼去做 比如說過往 2010年為了要讓 那時候叫做促產條例 末日 所以我們又 後來弄了產創條例 對 那促產變產創 有一個配料措施 為了要降低企業的衝擊 稅從25%的營利事業所得稅 降低到17% 然後那個8%估計起來 一年將近3000億的稅收流失 那這是一個 包括像過往的遺產稅 鎮影稅從50%變成10% 那這個問題也應該要回客戶 再來就是資本利得稅 那資本利得稅 包括股票的交易 交易的所得 以及土地交易的所得 那這些這些稅務 如果真的都課徵的話 那第一個這些稅務是從 有錢人身上拿出來的東西 由企業身上拿出來的東西 而不是從老百姓身上拿出來的東西 而過往薪資所得稅 已經佔據了我們稅收比 過高的比例了 所以我們認為說其實 如果要庫通稅收 有空間 而且空間非常大 而且去哪邊 找哪邊的錢 找那些本來就應該課徵 但是因為政府跟財團 不敢去得對財團 所以不敢課徵的東西 那至於怎麼做到這件事情 因為財團不願意嘛 老實剛剛講的 所以2016工作才要出來 我們也知道藍綠政府 他們根本不願意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的性質 他們過去跟這些財團 其實是有非常緊密的關係的 所以我們認為說 唯有從我們的民間團體 公運組織 一般的勞動者 去進行對這個政治政黨 去進行鬥爭 不然的話 我們達不到我們比較的隆起 所以我們2016公鬥 我們喊出來訴求叫做工人鬥總統 就是一個看起來這麼level 這麼低的 一個level這麼高的 但我們認為 他們並不站在 總統並不站在 過往總統並不站在 我們大概一千多萬人老公 的利益上面出發 所以我們要靠我們自己的力量 去來跟總統進行鬥爭 要求一個我們認為 比較好的一個政府責任的角色 我想既然大家都會說 自己的國家自己就 自己的年金其實也要自己就 而且更何況他不是只有自己的年金 而是一個全民的 一個最基礎 未來生活的保障 怎麼樣讓這個所謂的稅收 更公平 或者是讓這個有錢的人 他負擔更大的責任 然後讓他有更大的這個所謂的 讓財富可以有一個更合理的分配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面向 當然怎麼去做 當然是每個人的事情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盧七鴻 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希望下次有機會 我們再來談相關的議題 謝謝 謝謝老師 下禮拜總統再會 拜拜 拜拜